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她的心里有难复 她的时间不错误 所以拉丁教父所指的时间 就是主后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 这两百年左右的教会发展的过程 那么所谓拉丁教父顾名示意 提到这些教会的领袖 主要是用拉丁文 而不是用希腊文 我们曾经说过 虽然罗马这个帝国 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地方 也接收了原来希腊帝国的大部分的土地 但是政治上 军事上 罗马帝国是征服了地中海 可是希腊文化仍然主宰着 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文明 所以从始都时代开始 我们就说过 人人都讲希腊文 一直到罗马帝国 已经统治了整个地中海 三四百年之后 还是希腊文是主要的一种 国际的流行语言 不过到了公主后三百年左右 情形就有了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拉丁文是主要的 就称为拉丁教父 那更重要的 我们讲一讲这个时期的一些 历史的背景 最重要的关键 这两百年当中 跟前面的不同 就在于 在祖后三百一十二年 当时一个主要的 罗马帝国里面有两个 皇帝死了以后两个儿子 这两个之间发生了 内部的内战 那其中一边就是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的母亲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么君士坦丁 最后参加一个决战之前 那么他自己所说的是 决战的前夕 因为这个战争对他是 关系重大的一个决战 他的军队的人数 大概是他的兄弟 他的对手的军队的人数 可能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是重寡悬殊 可是在那一天晚上 据说他好像有一个异象 那么天上出现一个异象 有个十字架 然后一个拉丁文 就说靠着这个就能得胜 那么靠着十字架就能得胜 所以一夜之间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君士坦丁就命令他所有的下面的士兵们 把所有的盾牌 骑上一个十字架 然后有一个P 有个X 那么这个P跟X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基督这个字的一个 这个希腊文里面的两个字母 所以每一个士兵 一夜之间的盾牌 都拿出十字架来了 那我们也曾经说过 在那个时候 君士坦丁 他是负责罗马帝国的东半部 就是土耳其半岛 以及巴勒斯坦这边的 他手下的军队 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的部队 那么当然 过去那么多年以来 基督徒一直受逼迫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他做了一个决定以后 你可以想象出来 这个军心大政 就那一天战争的时候 大获全胜 那么他也照着他原来 许下的诺言 就是说如果他得胜的话 他就会接受基督教 那当然实际上 例子上是说 君士坦丁后来信了基督教吗 他信了 可是他没受洗 他一直拖到快死了 前两天才受洗 那么当然那时候 有一种传说 这种传说是没什么道理的 只是那时候的传说是说 一个人如果受洗归族以后 你一生只能犯三次错 换来说你可以认罪悔改 不过超过三次 你就不得悔改了 那有人说是君士坦丁就生怕 他做皇帝嘛 所以可能要说说谎啦 有时候作业的事情 是他知道是不对的 所以他是怕说太早受洗的话呢 山镇出局 他很快就要出局了 所以呢 他就不敢受洗 到了死的前几天 大概又病又老 大概不会犯罪了 所以就安心的去受洗 受洗之后没几天就死了 所以他受洗很晚 但是他的确从他登基做皇帝以后 他的基督教是非常好的 当然后来他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 就把他的首都从罗马迁到 这个今天叫做伊斯坦堡 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 以他的名字设立一个新的国都 真的是平地起高楼 那个地方原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大都市 他自己重新建起来的 为了当然政治上 他原来是他的地盘 他在那边觉得比较稳定 那同时在整个罗马帝国 如果你把北非 你把小亚西亚 你把巴勒斯坦都算进去的话 他觉得重心应该移到帝国的中心 那么罗马呢 太靠近整个罗马帝国的西边 而忽略的东边 种种的考虑 那不管怎么说 他搬了以后呢 他就把罗马帝国 原来在罗马的皇宫 通通送给教会 所以一夜之间教会的教产 哇不得了 皇宫变成罗马大主教的官邸 等等 所以呢 当时很多的政府的建筑物 就送给了教会 所以关键性的是 拉丁教父的时代 罗马的政府 罗马帝国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原来罗马帝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压迫者 可是到军事产厅接受基督教以后 从压迫者就变成保护者 支持者 所以呢 从他之后 罗马的皇帝 历任的罗马皇帝 很多人就是捐献一些钱也好 帮教会盖教堂也好 所以很多大的教堂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那当然教会合法化了 也就是产生很多的一些特权了等等 当然 这个在教会来说 可能是好 可能是不好 因为第一方面 当罗马帝国跟教会关系 改变为保护者支持者的时候 因为很自然而然的 这个政治就开始干预政治 干预教会的事务了 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这个两年当中 教会里面发生很多的异端 那么异端的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罗马皇帝就自然而然的挺身而出 就变成仲裁者等等 因为政治的势力来讲 所以以至于荣王皇帝变成 好像在教会之上 来处理教会的这个异端的 跟正统教会之间的冲突的 一个协调者 仲裁者等等 所以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第一次的大公会 就是由君坦丁 他授权 来开会的 那他也是大会的主席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因此政教之间的关系 就开始变得很暧昧 那么政治跟宗教问题的那种角色 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 这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千七八百年以外 政教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谁上面 是分是合 这是主宰了整个过去 在西方教会时 从主后三百年一直到今天 一千七百年以来 政教的问题一直是今天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从罗马帝国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改变 那除了这个政治势力 开始介入教会的纷争以外 那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宗教合法化 罗马皇帝信基督教 他给基督教很多特权 过去要信基督教 那可能就是 你的拎的脑袋来信基督教了 你受逼迫 换句话说 有胆的你就来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 很有趣的就是说 虽然是如此 教会蓬勃发展 好了 君子还已经现了基督教了 那同时 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给教会很多的特权 那么当然就很多的人 也许要升官 也许要巴结皇帝 种种的因素 涌入教会 你知道在这个之前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教会应该受洗 现在受洗班 那有的教会受洗班很简单的 三次四次 有的一次 有的人受洗班都不要 赶快去受洗 到这个浴室的导纲 洗个澡就行了 今天很少有教会 要求一个 没有信主的牧道朋友 要上很久的牧道班的 在美国我自己的教会 他们给我一个 不好不坏的一个绰号 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叫我是天堂把门了 为什么天堂把门了 他说要在 庄祖昆牧师的教会受洗呢 可得坚持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不容易 我要求所有的信徒 先上三个半月的受洗班 之前还要上三个半月的 基要信仰班 两个班上下来 就得六七个月了 而且不是上课而已 英文课大概十二次到十四次 缺客三次 重修 如果读过大学 就知道 荡掉了 重修 所以缺客太多也不行 很多人就很有繁衍 就是说 以前人受洗 大概不要那么麻烦吧 使徒行传 那天受洗 不是五旬节以后 三千人受洗 哪里就听了一篇彼得的道 当天就受洗了 你不要忘记 耶路撒冷教会 受洗的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救援圣经熟得很 只是不知道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弥赛亚 搞通了 不要说受洗 连长老都可以做了 保罗去步道 待了两三个月走的时候 长老都选出来了 刚信主两三个月都长老吗 你不要忘记 他圣经是多么熟的 今天的木道朋友 那可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 你从教会历史就发现 在希腊教父时代 受洗班 可不是三两天 三两个月的 根据我们历史的记录 很多的受洗班 平均是上三年到六年 就是说 你的木道可以 你要受洗吧 三年到六年以后 你才能受洗的 他不是上那么多课 他当然也要教导一些真理 他要观察你的生活行为 非常严格挑选 为什么 在大逼迫的时候 他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受洗的 说难听一点 这个人如果是政府派来的奸细 你轻易让他受洗加入教会 好了 教会所有事情都给供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受洗很少 可是虽然是这样 门槛很高 信主的人受洗很多 品质都很好 到了拉丁教父时代不一样了 人人都涌进来了 那时候门槛就降低了 所以呢 也从那时候开始 教会以前有成年人受洗的 没有什么婴儿洗礼的 可是到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人都涌进来了 然后从小 从基督教家庭长大以后 因此都变得婴儿洗 成年人的洗礼非常少 那么受洗班也好像就变成比较 一个稍微松散 我们不敢说废除 但是比较不是那么严格 尤其不再有很多 我们是过去所谓的 还没有信主的异教徒 成为基督徒 大部分反而都是 他主动就要来 还有他的儿女 当然就好像从小在教会 当中家庭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拉丁教父的时代 整个宣教是非常不一样 不再有逼迫 不再有拦阻 相反的是非常容易 让你可以去到一个教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教会是福是货呢 第一个品质降低了 因为来的人动机不正 不再是纯粹为了信仰 他们可能希望透过他的受洗归主 可以得到经济上政治上其他的好处 但是整个情况改变了 第二个 这个时代的背景 我刚刚说过了 为什么叫拉丁教父 就是因为拉丁文取代了希腊文 拉丁文毕竟是罗马政府的官方语言 因为在罗马 在意大利的人 他们用拉丁文的 所以拉丁文慢慢慢慢的 总是在国家里面 一直是个官方语言 而且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 希腊文是国际语言 不希腊文 对各民族来说 是第二种语文 不是他本来的母语 所以官方的拉丁文 就是因为你派了罗马的巡抚 派了罗马的军官 还是基本上讲拉丁文的 虽然他也会讲希腊文 久而久之以后 变成拉丁文 已经逐渐的取代希腊文 成为当时的国际语言 因此那时候教会的领袖 所写的著作 也大部分是用拉丁文的 所以叫做拉丁教父 那么当然用拉丁文 你要知道 拉丁文代表是罗马的文化 罗马的思想 希腊人的语言 是非常适合做哲学性的表达的 因为希腊文的语言 非常的严密 所以每一个字 字为字根的变化等等 非常复杂 非常适合表达 像哲学思想 神学思想之类的 所以因此 主要的神学著作 原来都是用希腊文 然后可以把很多事情 表达非常精密 那么拉丁文 基本上不是在哲学系统的思想上 能够做适当表达 但罗马人的法律很出名的 所以罗马是在 对基督教的影响 就在于他们的法治观念 他们的法律观念 逐渐的引入教会 所以教会的张哲 张成 教会的组织系统 通通是罗马式的 所以拉丁文 代替了希腊文以外 文化上 思想上 教会组织上 也产生了一个 微妙的变化 这样教会合法化了 所以因此教会里面的 层层 阶层就排泄出来了 组织系统就出来了 当时教会的这种组织系统 基本上就是根据地方政治的系统 相对的平行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个市 有个市长 那么在那个市 就有一个教会的主教 如果是大都市 这边就有一个书籍主教 主教上的主教 那小地方的乡镇呢 那就可能有一个 我们今天可能叫神父啊 或者我们基督教叫牧师啊 像这样的 所以一层层层层排列下来了 所以这个系统是慢慢在这两百年当中建立起来的 等到这两百年结束 就是公元后 四百五十七十年 当这个西多玛帝国毁灭的时候 被蛮族把它消灭掉的时候 政府没有了 省长 省的总督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教会很自然的就取代了 换来说 政府的头头没有了 市党没有了 主教还在 所以一下子 教会就除了宗教组织以外 也就变成地方政治的组织 因为救灾的时候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谁来号召呢 那刚好 每一个教区 跟政治行政区 是完全重叠的 所以呢 乡镇 乡镇长所管的 也就是一个神父啊 一个牧师所管的地盘 一个市党所管的 也就是一个主教所管的教区 一个书籍主教所管的 就等于一个总督所管的一个省 所以政治系统完全瓦解的时候 变成群众无首 宗教上的这个教会的组织 很自然的就取代了他们 来扮演一些在极难当中的一些角色 这个是很有趣的 在后来那个时代 扮演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也是在这两百年当中 教会发展成这个状态 那么第三个 在拉丁教父的时代 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就是因为教会合法化 教会有特权以后 我说过的 信徒的品质降低了 同时异端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兴旺 因为我说过 当信仰受逼迫的时候 异端有 不太多 希腊教父时代里面 唯一比较有名的异端 就是诺斯底教派的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异端 那就是非常厉害了 那么最有名的两个异端 一个叫做亚流派 一个叫做摩尼教 亚流派 这个异端呢 是来自于埃及 亚历山大 有一个教会的长老 就叫做亚流 他主要的观念 跟基督教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他否定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这个名词 三位一体这个观念的成型 也是在这个时候的 那么那个时候 亚流他这个人呢 是反对三位一体 基本上他就是否定 耶稣的神性 否定耶稣神性 他认为耶稣不是神 耶稣像是个天使 这样的观念 那么这个时候 在当时的教会领袖当中 引起很大的争论 那大多数的教会领袖 认为说亚流的观念是错的 因为你从约翰福音 你从很多圣经来看 耶稣基督的神性 是不可怀疑的 只是当时还没有用 三位一体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是后来 在这个争论当中 逐渐把大家的共识 圣经的观点 然后用一个名词 来表达的时候 因此这个希腊文里面 三位一体这个字就出现了 那么亚流在这个争论当中 后来被判为异端 因此最后 在亚流被判为异端之后 亚流派的人名义上 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 被赶出去了 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 虽然被判为异端 他一直在罗马帝国里面 非常的活跃 而且历任罗马皇帝里面 包括君士坦丁本人 他可以说某种程度的 同情包容亚流派 一方面的原因 他不需要他的国家 产生分裂 他是基督徒 也不需要基督徒如果分裂 那只要他的帝国就分裂 所以他有点政治的意图 所以他一方面 判亚流派为异端 一方面又给他宽容 或者是包容 之类的事情 引起很多的纷争 不过草草闹到一段时间以后 最后亚流派 是被宣判为异端 而且从罗马帝国里面 被赶出去了 那虽然如此 亚流派的人 就被赶出罗马帝国 那么以后我们会谈到 结果他们被赶出罗马帝国了 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外 有许多的野蛮民族 这些人后来先后归族 向他们传福音的人 就是亚流派的人 所以这个是异端没有错 可是他们传福音 反而比正统的基督徒更热心 为什么 正统的基督徒 是为了政治经济的目的 动机而涌入教会的 却不是真正出于信仰上的热忱 亚流派失去了政治经济的特权 反而他们的宗教热忱 积极地传福音 所以所谓福音呢 是一个半个福音 或者说不是真的福音 但是宣教工作确实透过亚流派的人 带出去 所以这个是一直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 那你问亚流派被判为异端以后 后来怎么样 名义上亚流派就消失了 他被赶到罗马帝国以外 虽然像蛮族传福音 不过后来蛮族陆路续归入正统的基督教了 你知道罗马帝国也灭亡以后 亚流派好像消失了 事实上我们今天知道 亚流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消失过 他一直用不同的名称 不同的方式出现过 今天如果你要问什么叫亚流派吗 那么很容易你就知道了 有两个教派的人就是亚流派的人 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是否定三位一体的 他的观念跟亚流派当时的观念 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他是改头换面 从出江湖 耶和华见证人是亚流派的 另外一个呢摩门教 摩门教也否定三位一体 摩门教也否定耶稣的神性 摩门教认为耶稣是第一个亚当的再生 他是人 他是受造者 他顶多就是个天使长 那耶和华见证人也认为耶稣 耶稣是天使长 他不是神 甚至将他们的圣经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 这里面提到道就是神的时候 他们也改了 这是耶和华见证人 所以今天亚流派还是有的 那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 比一般基督教徒还要热心 对不对 对 就跟当年亚流派 比正统的基督徒还热心 完全一样 摩门教 两个两个到人家去摩门 摩门教又叫做摩门教 一样的道理 所以异端 也说反而比正统的信徒 宗教上热成 好像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过去的时代就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异端 叫做摩宁教 摩宁教这个名字 也许你没听说过 不过你要了解 摩宁教是什么 摩宁教是在脱斯一代开始的 那么那个发行的人就叫做摩宁 那这个摩宁教呢 他是把基督教 加上一点 波斯有仙教 又叫做拜火教 的一个教义 然后有希腊的 就是说黑白对立 善恶对立 恶元论的观念 统统加在一块了 变成一个叫做摩宁教 这个摩宁教呢 主要因为八元帝是在波斯 是在罗马帝国以外 所以这个教 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影响 似乎不是很大 但是不小 中古世纪一个很有名的教父 就叫做阿古斯丁 阿古斯丁信基督教以前 他就是摩宁教的教徒 所以他在北非 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八元帝是在波斯 但是摩宁教最大的影响 他从波斯 后来往东 一直到了中国 后来这个摩宁教 等以后我们会提到的 基督教 叫做锦教进入中国 几乎同一个时期 那么摩宁教到今天还存在 也是改头换面 你要知道今天台湾很流行的一贯道吗 一贯道的前身就是摩宁教 只是这个摩宁教进入中国以后 又加上了佛教跟道教的东西 所以他就在一贯道 但是他原来在东东的时候 是波斯拜佛教加基督教 只是进入中国再加佛教 再加道教 现在他自称五教合一 那边回教也加进来了 所以只是换个名称 其实原来的前身 一贯道的前身就是摩宁教 所以这个异端在 拉丁教父时代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教派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时期也是蛮族入侵的时代 后来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 那么谈到蛮族的时候 你看我们第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就提到 这个蛮族怎么来的呢 原来是这样 大概在第四世纪 就是公元后三百四百年左右 匈奴人受到当时汉朝的这个攻击 你知道汉武帝 我们当时的时候 汉族的军队就是 为清啊获去病啊 打匈奴 打那个匈奴就逃 所以后来匈奴就跑到中亚 后来再从中亚 侵入侵欧洲 他就开始侵入欧洲的时候 你就发现匈奴人往这边一压过来的时候 原来在东欧 在中欧一带的是什么呢 日耳曼人 又叫做哥德人 哥德有东哥德西哥德 日耳曼民族的人 被匈奴人一压破 所以这些哥德人就往 原来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清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造成一个一波几一波 然后你看第二张地图的里面 你就发现那时候很多野蛮的民族 就到处在 新罗马帝国的边界流传 东罗马帝国也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他挡住了 那新罗马帝国 这样一引进来以后呢 于是开始一直攻击 到最后罗马帝国 因为这个罗马的贵族 养尊除幽惯了 当兵的人少了 最后他的部队 全部都是野蛮民族的人 以一致于 用野蛮民族做他的部队 可是到公元后476年 当一次又一次 野蛮人攻进了罗马帝国 以后476年 他们的雇佣兵 就是这蛮族的部队的将领 叛变 习罗马帝国的皇帝 消失了 习罗马帝国灭亡了 所以主后476年 就习罗马帝国正式结束 但东罗马帝国又继续存在了 将近一千年之久 不过很小 很微弱 但习罗马帝国结束了 这个时候就是拉丁教父时代的结束 教会进入另外一个时期 面对一大堆的野蛮民族 好 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 那么下一次 我们就要来谈到 在这个拉丁教父时代 宣教的策略是什么 他们在这时间做了什么 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看见你自己奇妙的恩典和带领 教会一直往前扩展 但是我们也看见 教会也有一些弱点 教会也犯下一些错误 求你借着过去的历史 教导我们 免得我们重蹈覆辙 因此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 教导我们 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分辨力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圣地点 踏地将方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靠地点 我们的心靠地点 因为是会的 福利西安 耶和华的 奔向我们的大家